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有一种我都想问一下 因为我们不要经常说的新能源 有些旧经济概念的股份 最近很多人都会讨论 之前有天然气价升一倍 天然气价升一倍 我们香港的几桶油 就好像拉牛上树 特别是最敏感的那一种都是惨的 但其实我认为有很多走势是漂亮的 我看到Andy推介这种Total Energies 为什么呢 它有什么优势 其实通常我们这些比较喜欢新能源的朋友 会觉得好像很不喜欢能源股 但其实我们也想说一句 其实不是收到能源管也不好 当中有些能源股 其实它们已经在做一个transition period 即是如何慢慢投放新能源 还有记住有些东西 我们不可以说能源公司 就代表没有新能源元素 因为例如有些公司 现在大家会说新能源未来很少流行 其实这些公司是可以帮忙做到这些东西 刚才你提到的天然气也是其中一类 所以在当中我们都会看到 既然油价是有机会在提升 我们觉得如果仓仓有太多科技股 你又没有了一个对冲通胀的Bets 所以在通胀的概念里面 我们就选择了一种 好像是旧能源股 就是TTE 它有ADR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看回全球这么多间的一个转型中的公司 它是最高分的一家 转型的最好 我看到它说春天重新链了 然后说2030年要做全球第五大新能源公司 如果以现在的部份应该做到 其实第二做得好 在我们的心目中 其实就是Shell Shell也是做得很好 但是因为可以比较的感觉就是 Shell就是一架航空母航这么大 你当TTE也不用一架邮轮 你当是要转航道的时候 明显TTE应该会转得快一点 所以在这个角度下 我们就会选一种这样的法国库 其实它也不小 它是全世界第六大游公司 不过我看到它好在 我明白为什么Andy会推介给我 它是一条龙 不只是很大部分上游 它又有中间 然后又有下游 其实是一条龙运输等等 其实它全部都有在内面 然后最近不停说一些新能源的领域 风电那些 其实应该智力是在转型的 但是这类型股份 比如你看 这个就是法国那边的交易 另外你也提到有ADR 都是同一个代号 都是TTE 是的 英国也有一只TTE 是在LSE上的 但是我们就宁愿 如果有得选 就宁愿选美国那边 选美国那边 是的 要么你就已经在欧洲那边交易了 要么你就在美国 因为你去到伦敦 有时候有些人不惯看价格 因为有时候是十个便市 要自己去计算一下 转户 要乘一百 除一百 是的 那这一类你会建议现在是可以持有的 还是可以等回头牌 其实我们如果很短线的时候 现在在看FOMC OPEC OPEC 说完 其实油价反而不算太刺激到它 我觉得剩下多一段时间 就是等油价 真的价格到最近这几元 这样的时候才看会不会做吸纳 是的 最近油市的噪音也比较多 美国又不知道是否想压下油价 又说会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等等的消息 可以继续看看消息 不过最近大行是继续推动油价上去 美金最新报告是120元的布兰特企油 这个我觉得有点难度 大到大 除非出现某些事件 还有其他供应用线线 玩得很准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些顾份 不属于我们核心持仓 但最少有我们小小核心的元素 但又能够吃到相关旧经济上升的趋势 是 需要更早 帮助 肚子 感谢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在学校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有时 我们知道 很多内容很赞 我们知道